俄罗斯15万大军撤离后,俄乌冲突表面上看有所减缓,然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希望再次破灭。近日,乌方突然表示要发展核武器,想以此与俄罗斯达成力量平衡。 乌克兰曾经是核武大国,但是在美俄等国的呼耀下放弃了。现在有能力研制核武器吗?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。 观众朋友大家好,我是曹卫东,俄乌的冲突现在并没有减缓,因为美国和北约还在挑唆乌克兰要和俄罗斯进行争斗,不但要从陆上俄乌的东部进行争斗,还要在海上方向争斗, 特别是北约又派出了战舰,包括美国也派出了战舰,进入黑海,进入地中海,进行相关的这种军事演习。 那么如果北约对乌克兰支持的力度不够,乌克兰甚至有人说,那我们就自己制造核武器,我们要恢复和拥有核武器。 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,乌克兰到底能否再制造核武器?我认为不行。 为什么说它不行呢?它过去行,为什么现在不行呢? 我们讲核武器,是吧?你首先要有这种核材料,你要有这个浓缩油吧,就武器级的浓缩油。 因为你做核反应堆,我们讲的核电站,这个5%浓度的就够了,就可以用了,但是你要搞武器级的,起码93%以上。 这个浓度那差的是天上之别,所以你要有这个材料。 再有一个呢,你进行这种核实验,现在恐怕只能进行地下的核实验了吧,你不能在空中再爆这个核武器了,所以这个实验场这个是需要的吧。 还有这些专家,这过去你有专家是拥有啊,你拥有核武器,这还不一定是制造核武器,那当时乌克兰部署了核武器,但并不一定是你制造的呀,那你制造核武器,你得有这方面的专家吧。 还有就是现在,你这个有了核武器之后,你要把它小型化吧,你不能说这个很大,那你装在什么地方啊,是装在军舰上啊,还是装在飞机上啊,运载工具啊,这个也是一个限制吧。 你有没有战略轰炸机啊,因为他已经把图160都给毁了,或者是这个当做抵战给了这个俄罗斯了,那战略轰炸机没有,那靠什么呀,靠战术轰炸机,靠战术飞机去投去? 这个陆计上你要发展火箭吧,就是咱们讲运载工具啊,那运载工具,你现在要重新制造啊,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俄罗斯啊,他现在拥有的是亚尔斯啊,可以发展多弹头的。 你这个过去的白羊M恐怕逐步俄罗斯要淘汰了,那你现在,你没有运载工具,你要运载工具,打出去,你才能说明这种威胁,你才能够威慑对方吧。 所以我觉得啊,从这种经济上的实力,从你的这种就是科学家,就是搞核武器这个科学家,这是人才吧。 还有呢,就是你的这个武器级啊,你研制了,这个它是个体系,并不是说我进行一次核爆炸,核实验就成功了。 还有小型化的问题,还有多弹头的问题,因为你现在如果只有单弹头,这个突放能力是很弱的,恐怕这个不足以啊,威慑到对方。 所以我觉得既然有这么多的问题,那你乌克兰就要考虑,你说研制核武器啊,那么简单,好像啊,我说恢复就恢复啊,说研制就研制,说成功就成功,那不是,那得有这么多的力量支撑啊,还有就是国际娱乐,你受得了受不了啊,你还要搞这个东西, 那不是要受到制裁的吗?所以我认为,在这么大的压力下,在这么多的这个条件的束缚下,乌克兰,他没有能力研制这个核武器,所以他现在主要选择的道路,还是到底在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搞一个平衡,还是说导向北约和俄罗斯进行这种对抗,这个是他要选择的问题,而制造核武器啊,这个我认为, 不是一个选项,或者说根本就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择,关于这个话题,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,谢谢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